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完全是误解 海外媒体周日稍早纷纷引述来自自由亚洲的消息说 中国有卫生高官日前承认中国疫苗的保护率不高 就此中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周日4月11日 在接受环球时报的独家采访时做出了澄清 中科院院士高福在接受中国媒体的这一采访中表示 有关其承认中国新冠疫苗保护率低的炒作完全是误解 高福强调人类第一次遇到新冠疫情 这种病毒疫苗的接种有很多科学问题有待研究 法广的报道提到 巴西圣保罗生物制药研究所曾认为 科兴疫苗的有效率略高于50% 智力学界的一项研究结果认为 这种疫苗只接种第一剂时的有效率仅为3% 在阿联酋一些医院甚至会给免疫抑制患者注射3针中国疫苗 中国目前没有推荐其新冠疫苗用于抵御病毒的变种 据介绍 世卫组织对新冠疫苗有效性的要求为50%以上 幸运的是 国际上大多数可以上市的疫苗有效率远远高出这一标准 中国官方认了中国疫苗保护力低价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罕见承认中国的新冠疫苗有缺点 他说中国疫苗效率低下 并表示政府正在考虑混用疫苗来提升效率 土耳其巴西和智力在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 确诊率不减反增 菲律宾的总统安全卫队也爆出接种中国国药疫苗后仍有多人感染 而中国国内爆出医护人员接种两剂国产疫苗后仍然确诊感染新冠 令中国民众对国产疫苗出现信心危机 高福10号在成都一场研讨会上演讲 提及对未来疫情的免疫策略和防控政策 包括因何时放国际出境旅行 接种疫苗者是否还要佩戴口罩或核酸检测 以及研究针对病毒变异株的疫苗研发和使用策略 他又罕见的承认中国新冠疫苗保护力并不高 需要考虑改善接种程序 采用混针的方法去提高保护效率 不过根据国家卫健委上月公布的新冠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在一般情况下不建议混争 高福在新冠疫情初期曾深陷舆论漩涡 高福当时被指早已掌握人传人的证据 但却忙着写论文而隐瞒疫情 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上周四八号 刊出2020年底对高福的专访 高福当时提到去年1月初 已经判断新冠会人传人 而官方于同年1月20号才首次确认病毒人传人的事实 对此高福这样回应 1月初这种判断人传人肯定是有的 不用怀疑 但考虑是不是要向公众传达 到20号向公众宣布 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他又对被指抢数据发论文辩解 认为科研人员发文章 是要总结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同行交流 他更认为自己在这次疫情中表现满分 因为大家在质疑我们的时候 我们只干活不去造成新的舆论风波 中国疫苗效力备受质疑 智利是主要使用科兴疫苗的南美洲国家 占国内接种疫苗的93% 至今已有707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 有404万人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 智利大学日前公布的研究发现 在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的首两周内 疫苗保护率只有27.7% 于接种两剂疫苗后两周保护率 才升至56.5% 对于只接种一剂疫苗 在接种第一剂及第二剂之间的28天内 保护率只有3% 在接种第一剂疫苗的四周后 疫苗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意味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 与没接种疫苗一样容易受到感染 中国强制民众接种疫苗 官方称是地方干的 要纠正 据法广报道 针对多地出现强制民众 接种新冠疫苗的乱象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言人米峰今天表示 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中国国家卫健委11号强调 必须坚决纠正多地强制要求 全员接种新冠疫苗的状况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称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下午举行记者会 米峰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据米峰指出 个别地方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出现了简单化 甚至一刀切的情况 强制要求全员接种 他强调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为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 以达群体免疫目标 中国近期加大力度推广 鼓励民众应接进阶 但部分地区传出政府单位要求公务员 如无医师证明 则一律接种疫苗 也有教师反应 被学校要求接种 记者会众也公布 截至10月 中国目前累计接种疫苗 计次达1亿6447.1万次 国家卫健委疾控副局长 吴良有说 这个数字是全球第二 建党百年中共开设举报专线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国家网信办近日开设举报专区专线 共民众举报歪曲中共党史 攻击中共领导和诋毁英雄烈士等行为 网信办引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说法强调 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近代中共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 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领导地位的思潮 习近平曾称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 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 中国国家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 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指 一些别有用心者打着所谓反思历史 还原真相等旗号 断章取义无中生有 在网上散布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言论 文章称他们恶意歪曲 诋毁否定党史国史军史 企图混淆思想搞乱人心 消解四个自信 因此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期在官网 APP和电话等管道 开设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的举报专区 受理内容包括 歪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攻击中共的领导指导思想方针政策 诋毁英雄烈士 以及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 习近平相当重视中共党史教育 他曾于2013年的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 提到苏联垮台原因之一 是因为全面否定苏联苏共历史 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 以致各级党组几乎没有作用 他也在今年2月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中表示 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 澄清对党史一些重大问题的模糊认识 片面理解 目前多名网友被指诋毁在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伤亡的军人 而遭刑事拘留 中国已于2018年立法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 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美化侵略而违反治安管理 甚至犯罪者将被依法追究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投资项目回报低 吉普提跟中国掰了 据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透过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加强在国际的影响力 其中在非洲国家 吉普提投放了巨额资金做大型建设及贷款 分析指吉普提希望借资金成为非洲的新加坡 而对中国而言 吉普提也是进入非洲内陆其他国家的桥头堡 然而随着中国发现投资项目的回报 未如想象中快 令其投资热情减退 两国的关系也渐渐走远 北京早于2000年已放眼 吉普提在当地建学校 体育馆 翻新道路及官方建筑 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后 中国的资金投放变得更多 当地一带一路三个标志性建设分别是多哈雷 多功能码头 连接吉普提及爱塞俄比亚的铁路及油管项目 中国2012年至2020年期间 总共在吉普提投资及贷款140亿美元 专家指北京在吉普提投入大量资金 为中国所谓海上丝绸之路 增添非洲的元素 非洲世界研究所历史学家普鲁尼尔说 吉普提是通往非洲内陆国家的桥头堡 包括更多经济更好的国家如爱塞俄比亚 有分析认为 中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及贷款 令吉普提在经济上更依赖 导致有威胁自治的危险 智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非关系专家比诺表示 吉普提明显受惠于中国的投资及贷款涌入 国家明显需要资助 而没有人可以求助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高级顾问维丁说 吉普提精英 相信中国的金融科技贸易能推动国家 成为非洲的新加坡 目标很清晰 向新加坡利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横跃一条主要的商业运输路线 在转移向亚洲和印太地区的世界中 成为一个全球物流服务和转运中心 然而分析指 近年中国与吉普提的关系开始转弹 其中债务问题令人关注 中国持有吉普提超过70%的债务 有意见认为 这会威胁吉普提的主权 担心落得像斯里兰卡般 未能偿还贷款 而把港口控制权转移给中国公司的下场 另外 中国对在当地投资的热情开始减退 部分项目如爱塞俄比亚铁路进度很慢 普鲁尼尔说 中国正发现他们资助的项目不一定获得回报 中国25家券商信用减值损失近300亿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媒体统计 中国25家券商信用减值损失合计达到272亿元人民币 同比大增76% 也远超2019年42家全部上市券商信用减值损失193亿元 据券商中国报道 截至4月8号已经有25家上市券商披露2020年年报 记者根据问的数据统计 2020年25家上市券商信用减值损失高达272.25亿元 较2019年的155.06亿元增加了117亿元 同比增长了75.57% 从绝对数额来看2020年信用减值损失对单个公司来说 同比增幅也是惊人 信用减值损失金额达到30亿元以上 且排名前三的分别为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和东方证券 信用减值损失分别为65.81亿元 45.86亿元和38.85亿元 截至目前从增幅而言 中金公司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幅目前排名第一 从1.6亿元增至9.73亿元 中国速递价格激战顺风手机亏损失意义 据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因为网络购物平台盛行 也令速递行业盛行 不过各大速递公司为争夺市场占有率纷纷打起减价战 但最终可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业内龙头顺风预计今年首季路德史上首次亏损 而且更亏损高达11亿元人民币 今年首季路德另外两兼挑战者百事快递与吉兔速递 因涉及低价倾销而被罚款 有专业人士认为 低价竞争导致顺风目前的窘境 需要监管部门出手扭转激烈的价格战 顺风控股4月8号发布的公告指 预计今年首季度亏损9至11亿元人民币 是顺风历史上首次亏损 而去年同期盈利9.07亿元 顺风在公告中解释 是因为要投入资金扩大市场占有率 加上疫情延缓资本性开支投入等五个原因导致亏损 业内人士则认为 顺风想通过降低价格抢夺更多的市场占有率 同一时间中国的速递出现不少的竞争者 同样以低价争取市场 但其中两家百事快递及兔速递就因低价倾销 且整改未达要求 而被浙江义乌市的邮政管理部门罚款 公司部分分流中心要停业整顿 消息人士表示两家公司此前的收费标准也远低于业内普遍的成本价每单1.4元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会长徐勇指 去年开始陆续有速递公司因为撑不过价格战而倒闭 价格低于成本的无序竞争 让整个行业陷入不健康发展的恶性循环 现在快递为什么会送不上门 因为这个价格根本撑不了 徐勇认为此次义乌官方的介入整改很有必要 但仅仅是对一两家企业的整顿力度不够 应该联合其他部门改变电商控制速递价格的局面 让速递行业的竞争能令消费者受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